Layon聊世紀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ayon 今天要來看瑪麗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由Viper對上Daniel 兩位都是頂尖的天梯選手 兩位都是常常在世界大賽裡面出沒的一位選手 尤其是Viper Viper是我們的世紀帝國之二之神 拿下很多世界冠軍的名次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地圖是阿拉伯天梯地圖 所以應該算是一個比較正常的開局方式 好 那我們先來談談一下這個瑪麗人 瑪麗人的話他最大的特色是這個彪悍精神 這個奇兵的攻擊力非常高 可以到加7攻 駱駝 騎士 駱馬都可以變加7攻 駱馬的話可以變14攻 非常的猛 那再來就是他的金礦持續30% 就是瑪麗的村民去挖金礦 金礦村民挖到的黃金不只只有800金礦而已 這一礦的話大概還會加30% 所以8324嘛 所以應該會再多個200多黃金 所以一個黃金總共會有多1000多 所以他打到後面喔 瑪麗的後面金礦是可以打一個消耗戰的 通常你只要外面野鏡都有挖到的話 你很難輸給對方的黃金數量 那再來就是瑪麗的這個飛刀獵手 女...女飛...女獵手 女飛刀獵手 這個單位喔 算是比較基礎一點 因為他本身是已經有很強大的一個奇兵的文明 那他這個飛刀獵手的話 其實效果就沒有那麼的...突顯喔 因為他雖然是跑得很快的步兵單位喔 那...算是有一個射程的指輔兵的概念喔 可以把他直接想像這樣子喔 然後跑得比較快而已 好 除了之外 瑪麗最大特色應該就這兩點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蒙古 蒙古的話打力的速度非常快 那再來就是他的一個馬功 攻擊速度是全遊戲裡面最快的一個文明喔 馬功速度非常的快 單純出射箭場的馬功 出這個蒙古突擊喔 都射得非常快 那再來就是他的蒙古突擊喔 還有對這個...工程器喔 耽誤非常的痛 打衝車啊巨頭火砲 三個都非常高 所以有點算是互相counter對手的一個工程器的概念 工程器可以counter蒙古突擊 但同時蒙古突擊也可以counter...工程器喔 所以算是...很需要吃操作的一個文明 那再來就是蒙古的大肉碼 血量非常多 可以到118滴血 大肉碼算是主力的一個存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雙方的一個經濟配置喔 那經濟配置目前兩邊拉豬、吃豬都蠻順利的 那VIPER這邊已經早期開下均勻喔 哇這個時間偏早 這邊該不會是要來直接打棒棒嗎 看起來像是喔 因為這邊這個時間點下均勻的話 就是一個極限喔 三伐木 然後均勻 然後去按棒棒的一個 然後待會這邊村民不斷之後 就開始按棒棒了 果然是這樣子 呵呵 這個...這個打法我以前已經打過了 那通常喔 這個打法只會按到兩隻棒棒而已喔 按到三棒棒的話 會有點尷尬 因為你很難上封建時代之外 這個裝甲也不好點 通常都是兩棒棒的前企去騷擾而已喔 讓對方的一個前企操作手術真假的 並不是真的要殺到村民喔 真的要打到一些村民的話 可能有點困難喔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進攻如何 這邊目前防止蓋還不錯 那比較尷尬的是喔 瑪莉這邊 Viper 金礦在前面喔 所以 Viper這邊可能是想用一些 淺血軍CR6去壓制對手 欸 這邊你覺得出都三棒棒啦 哎呀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喔 那這邊如果三棒棒的話 這裡就不能點織布了 那待會還要再拉一種去挖個黃金 挖個十塊黃金回來 才可以點下織布技術 Viper就是 Viper 常常愛里不... 出牌很不...很不正常 唉唷 這邊撞TC 唉唷 直接殘血 虧爆 好 但是蒙果 但尼爾這邊是選擇棒棒開喔 但這邊棒棒開得相對很晚 這邊是先點到封建直代之後 才按下這個棒棒 那這個做法我個人是比較推薦這個打法的 因為這個打法 會比較穩定一點喔 上封建時代更安全一點 那相拜會這樣子喔 點下三棒棒 上封建時代非常的晚 那有可能喔 他點下封建時代這種金考 所以我個人不太推薦喔 Viper打這個... 別人去學Viper打這個戰術喔 這個戰術真的是... 算是Viper獨有的吧 就只有他可以用得比較得音性手 好 那這邊兩棒棒 丹尼爾這邊是比較正常的兩棒棒出局 好 那這邊... 這邊開局方式兩邊都大所不同 那Viper這邊率先喔 直接尻起來木牆 丹尼爾這邊兩棒棒出去騷擾喔 可能還段時間 那丹尼爾應該也是知道 對面Viper這邊上封建時代已經很晚了 這邊... 結果我以為他會先... 上封建時代再點支部喔 丹尼爾應該是有察覺到對手來偵察喔 所以對方的棒棒應該也是快來了 也害怕對方弱馬直接過來開尻 果然這樣子 直接被尻起來 一村Viper 手剎是有丹尼爾拿下 但是Viper這邊高速手速喔 把對方的一個肉馬直接圍了起來 呵呵 太狠了 好 那這邊... 棒棒加肉馬持續再靠這個木牆 打了更多村民過來修理 三棒棒的威脅程度就是比較大一點 我們之前影片就提到三棒棒跟二棒棒的差別 差別在於三棒棒喔 這個木牆打的比較有威勢力喔 很容易打出... 擊殺喔 那如果是兩棒棒的話 相對來說比較難一點喔 因為通常只要兩隻村民喔 跟他互靠一下喔 還是可以擊退喔 除非對方上裝甲 但是裝甲的部分 兩棒棒的話又更不可能上了 那三棒棒的話 還是比較有可能會上這個裝甲步兵的升級喔 兩棒棒的話不可能上裝甲 這個投資成本 投資報酬力太低了喔 好 那... 看起來目前 DANIEL這邊進攻 賺到一村還不錯 反倒是Viper這邊只有 拖到村民的採集時間喔 一村都沒有拿到 那這邊升裝甲應該也是不會升了 因為這邊上風箭實在實在太晚了 那Viper應該也是想到 對方應該是會出這個工兵了 工兵一出來的話 裝甲升級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只會被對方的工兵風箭而已喔 那這邊上到風箭實在 應該會先下一個射箭場或瑪劇 OK 這邊選下射箭場 好 這邊射箭場 走 這邊可以順利的 讓這邊的... 赤頭解救出來 DANIEL的赤頭重建天日 喔 救過瑪莉 所以Viper這邊選擇點一下裝甲步兵的升級 哇 我完全猜錯Viper的套路啦 結果工兵是直接往下 完全沒有要回舊的意思 這邊確實拖到了一點時間 這個Viper的一些正常通用觀念喔 在Viper上是完全不適用的 這也因為如此 Viper才會這麼強 這是我的感想 就是一個正常人的套路對他來說 都不是正常人 他都會用一些很不正常的打法 好 這也是我很喜歡Viper的原因 好 那這邊... 身上裝甲之後 弓兵還是沒有來的關係喔 這邊裝甲步兵還是可以繼續輸出 哇 差點砍進去喔 OK 弓兵過來 有效的克制對方裝甲步兵 裝甲步兵也不能繼續輸出喔 只能先撤退 蒙古這邊才點下兵工場 雙射箭 然後兵工場 算是一個非常標準的開局方式 我們之前教學影片有講到 如果你不會忘記下兵工場的話 你就可以像Viper這樣下 那如果你會忘記下兵工場的人的話 就直接先下一個射箭場 然後馬上再下兵工場 這樣你就不會忘記去點這個一級射 因為這個一級射在弓兵對決裡面是非常重要的 超級超級重要 沒有一級射的話 基本上打弓兵沒什麼意義 所以我的教學是比較偏向於 讓大家不會忘記 所以就讓他記喔 一射箭場 然後一兵工場 兵工場下完之後再下射箭場 這樣可以開局方式 讓大家比較不會出現這種miss OK 那看起來這邊弓兵對決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這邊弓兵有效克制對方的Viper裝甲步兵 裝甲步兵也能撤回家 看起來Viper這邊 算是比較穩健一點的 木還配到十二木 木頭偏多 那馬力人喔 這個文明喔 我覺得 我個人也算是蠻喜歡的 但是他的後期要蠻難撐到的 因為他的城堡山跟風箭style 並沒有太強大的優勢這樣 他真的是後期偏強 但前期就是比較弱一點 馬力這個持續驚慌效果 真的後期差距真的會蠻大的 那我以前也喜歡玩馬力喔 在HD時代的時候 我今天那時候HD就有馬力了吧 那時候飆悍精神超猛 我現在也是加五攻 還不是加四攻的樣子 印象中 有點忘記以前的版本 好 那這邊 直接要砍過來 裝木 裝房子 這邊一個對射 應該不會打出什麼東西 好 家裡也是有貢兵跟毛兵在家裡防守 這邊家裡防守應該也算是不錯的 沒什麼問題 好 這邊低調房子 把房子往前幹 這邊貢兵持續再做一個騷擾 好 開啟一下輪軸技術 輪軸技術一點下之後 這個經濟就可以突飛猛進了 而且蒙古這邊打的偏經濟一點 連這個一級龍都有點 那如果這樣突下去的話 對白河可能會有點稍微的不利 原經濟來說 蒙古雖然算是完全沒有任何經濟加成的文明 如果不吃不含打力的話 到了黑暗時代之後 是完全沒有經濟加成 那現在丹尼爾這麼打經濟的話 很容易會爆出大量的蒙古突擊 經濟來說會比較更OK一點 因為蒙古突擊你要出大量的基礎點 就是你要先把經濟搞好 通常蒙古沒什麼經濟加成 所以你要靠一些經濟科技去彌補 不能不點 越早點的話對蒙古越有優勢 但是相對來說蒙古在前期來說會弱一點 因為蒙古本來就沒有經濟加成 那前期出兵反而就會稍微弱一些 那又投資一些經濟科技的話 就會像這樣子被壓在家裡 但其實這些兵已經可以淹過去了 那白河這邊有這一隊 不敢直接上去幫忙 這邊工兵要先解決掉裝甲步兵 裝甲步兵全部死去 這邊工甲升得真的是有點... 算不太值得嗎?不太確定 好 那白河這邊送掉了沒有關係 這邊已經點到了城堡時代 那瑪莉這邊經濟看起來是比較好一點的 好 那由於... 白河已經上城堡時代 才點下這個一級農田 那他第二輪農田就可以吃到這個農田加成 那如果白河想要跟經濟再更好一點的話 這個農田馬上移到封建城堡時代 點下二級農二級木 然後再開下3TC 是最好的 但目前他這個配置要配到3TC是有點困難的 所以他這邊有可能是直接... 待會喔 會先下這個... 二級木二級農 然後先再挖點石頭 去做開TC的動作 或是直接用買的 都可以 這邊有下4級阿 因為他這邊石頭... 有差跟經濟塔的關係喔 所以是不太夠的 3TC沒辦法第一次先開 所以考慮可以先下這個二級農 增加一下農田的肉量 更穩定一點 好 但是瑪麗的話應該會先補下雙馬就有 去做一個壓制阿 但目前看起來... 欸! Mipe! 他... 欸! 他怎麼把3級取消掉 哈哈哈哈 等一下... 我...我看出嗎 我看一下 為什麼...怎麼突然就在重力倒數 好! 剩下30幾秒的時候 這邊在對射 我想說奇怪... 欸!怎麼... 左上角這個不見了 欸! 不見了欸!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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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哇! 結果變成丹尼也會先上城堡時代阿 唉呀 還是... 還是這個是什麼招 這個... 是要騙對手的一個心理戰嗎 讓對手覺得... 自己的經濟沒有那麼好 然後讓引誘對方強攻自己 有沒有可能 這是一個心理戰術嗎 我...我...我一點看不太懂 對不起這個...這個我真的沒見過 這個...這種招數... 我見過的世面可能不太多 這個...這個太扯了 剩下30幾秒 城堡時代就要研發好 卻被中斷 然後再重新研發 這個...我只能解釋成 打心理戰 我沒辦法解釋成其他事情了 不然就是只有死我 不然看這樣子 城堡時代比別人晚上 這個...工兵喔 一直不能...不能升為奴兵 殺傷力...著死少了很多 好!這裡補下三個射箭場 哇!這一個... 有點慘 好!那這邊魔物會先上城堡時代 看起來...問題不大 問題是... Viper這邊要怎麼對應對手的一個先發智人的升級呢 這邊應該會馬上點下這個工兵升級跟二級射 應該...TC... 哇!靠你太狠了嘛 連這個拇指環都點了 好!二級目點 哇!這邊走一個單TC 走強軍事 這個強盜一點太誇張了 但你的弓兵其實沒有很多 這個拇指環的效果 並不會非常誇張 原來拇指環的加攻速 只會加到這個弓兵上 毛病的話只會增加它的準確度而已 好!那二級伐木好 那Viper也等一下二級射 跟這個奴兵升級 這邊工兵雙齊很多 十九隻 好!這邊可以燒到一村嗎 有點尷尬 好!大學趕快補一下 大學補到彈道學跟戰毛病的升級 好!Viper這邊打的一個很穩 還想要等戰毛兵 升級好還有彈道學喔 這邊稍微...射一下 稍微做一個輸出 但對方蒙古彈道學快好了 好!兩邊這邊還有高地優勢喔 這邊丹尼爾高地優勢站著 Viper也不用趕直接上 好!等戰毛病好 還有彈道學好 直接無情戰A嗎 好!但兩邊當然要學習都好了 好!看一下這邊的一個操作 兩邊秀得還不錯 但高地優勢還是有一點的 但Viper這邊有個細節 你看這隻前面這隻弓兵 一直在前面抖動 但是這邊有空好 直接死去 OK!這個細節Viper絕地形態炸裂了 不空了 直接原地戰A 好!射爆對手 好!丹尼爾這邊弓兵過來 看到這邊有一些弓兵 但這邊有個劍塔 有效的克制對手的一個弓兵進攻 那這邊有彈道學喔 所以村民一定要退喔 哇!村民這個抖動 躲掉箭矢欸 好!這邊有彈道學的一個 料王塔效果不錯 射掉非常多的一個奴兵 丹尼爾想要直接強行射村 但只射到一村 相當尷尬 丹尼爾目前拿到兩村的優勢 但目前丹尼爾村民術已經有領先了 畢竟 Viper的這個城堡時代研發太久了 已經是快要研發快兩個城堡時代的一個時間點 那這隻機場都沒有產村民 村民的差距會越發越大 就像這樣子喔 明明是單TC 兩面都單TC 但村民上損失缺這麼多 好!那這邊 十九隻弓兵 雖然非常多 二斤木點下 二斤龍還沒有點 畢竟這邊TC還沒有開 這邊第一時間是要先開TC才對 好!那這邊開了第一個TC 那蒙古也是喔 第一波打完之後 馬上回家開農 好!投車出來 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喔呦 好!公民慢慢往右走 好! TC開在外面的位置喔 那也可以啊 因為自己的經濟 軍事夠強大喔 能守得下來的話 TC開外面都沒什麼問題 那問題是 要怎麼守住而已 那目前單年看起來是偏軍事一點 所以這樣開我覺得問題也不大 好!問題是 待會呢 要怎麼繼續做進攻防守 還有城堡的位置喔 那如果他是打蒙古突擊的話 第一個城堡就不能往外插喔 可能會插這個位置喔 偏家裡的位置 這個高地喔 還可以守到一點石頭 好!那這邊 投車在下面不知道在幹嘛 在逛街 上面 公兵直接過來 Viper想要走一個上面探路的路線 但好像已經被對手有點抓到 單年這邊抓到一隻 Viper的單位 這應該有警覺到 上面可能有種消滑 直接拉一個投車往上面巡邏 OK那這邊交戰可能會蠻精彩的 兩邊都3TC 運轉Viper開下第4TC 這邊看到第一台投車直接輸出 摘一發 Viper躲得不錯 B一陣 直接躲掉 但是單年也逼到了Viper家裡 Viper這邊直接一個投車互換 但是來不及投第二發 直接被第二發投車投掉了 雙投車的威力就是不一樣 那這邊第二台投車上來直接硬敲 嗚~~ 找到了一點村 一些毒 一點毒兵 這邊高地 減少一點傷害 再戶頭一下 想要換掉 沒辦法 高地減少傷害 高打D就是這麼的優勢 這邊砸一發可以砸兩台嗎 唉唷差一點喔 第二台也砸掉 剩7滴 但這邊有點危險 有單道學的工兵加戰毛兵 這邊會射得蠻快的 這邊的Viper也是在抖洞 哇 本來應該會死3吋 那這一層活了下來 這個有靠抖洞活了一下 Viper Viper終究是Viper 細節拉滿 平常一般人 不會去注意到的細節 其實Viper都有在做 你們看Viper好像打得很輕鬆 其實上台還是做了很多努力 他並不是打得那麼輕鬆的 他也是做了很多細節操作 這次我也是很喜歡Viper的地方 他不會一直誇到自己的細節 只有看得懂的人才知道他在幹嘛 這邊4TC開他之外 5TC也開一下 Viper一個巨農 最喜歡這麼農的玩家 而且我覺得Viper最強的地方是 他這麼農還可以這麼強軍事 軍事也不會太弱 雖然他大部分時間都是開農防守反擊 我個人也是很喜歡這樣玩法 但我不是Viper 所以常被防守不住 就被打下去了 終究只能在1600分左右排回 雖然我已經很久沒有打一對一單挑了 至少已經半年以上也沒有打單挑了 最近時間真的不太夠 工作太多做不完 頭車砸一發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精彩畫面 Viper的17隻加上3隻再寶全部倒光 但你還帶出一個nice 我也覺得很nice啊 Viper講什麼 D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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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得意嗎 我看不懂啊 因為我真的看不懂 有請觀眾在下面留個影片 告訴他們Viper講了什麼話 沒關係 Viper這邊5TC開農 村民已經反超對手 丹尼爾5村 105村對上101村 二鏡龍一點下 這邊開始轉馬 上城堡時代的話 轉馬或是轉馬的科技 可以來轉下馬功 這邊還轉一些草原騎兵 看到Viper這邊沒有弓兵的加持 這邊騎死投車是有點赤裸裸的 只要草原騎兵一過來 就可以輕鬆解掉 基本上不用靠自己的弓兵單位 去跟對方應患或投車 草原騎兵一出來 這個投車基本上就沒了 沒砸到 換一下 還換到一台投車 投車 這邊換得不錯 丹尼爾順利的換掉了非常多的投車 這裡只損失一台 一換二的概念 草原騎兵出來五雙 但草原騎兵防禦實在是有夠低保的 防禦只有1加1 點家的擊防也只有1加2而已 但還不錯 丹尼爾的草原騎兵 也有血量加成 30%加成 所以血量還蠻高的 98滴血量 而且還點下品種 這邊撿一劑的攝影子也被射死了 麥克爾現在一個移地集中還沒有撿到 家裡無下很多馬就 1機反開一點 品種開始點 麥克爾也開始轉馬 瑪麗帝王就是要打馬 就是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這邊第一個房子 要來蓋城堡嗎 因為家裡完全沒有單位 OK 蓋城堡沒錯 這裡不蓋城堡的話可能會出事 這邊草原騎兵加工兵打得非常快 而且對方已經有強弩了 蒙古的強弩殺進來 而且我拇指環畫學什麼都有 三級聖也有了 這邊看到再在蓋城堡 第一時間來不及 撤退 還是撤了一些箭矢 撕掉了一隻草原騎兵 這邊死了一村 防守住還不錯 這邊防守很即死 我覺得麥克爾太厲害的地方 這種即死的判斷力 像我就沒有 我看到對方在打這個 房子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會想要事情是 趕快趕快造兵 而不是去蓋城堡 這就是 每一個玩家 要去訓練的一個 即死反應應對力 這個是我也需要加強的一個重點 好 這邊 清騎兵 升級 瑪麗打清騎兵也不錯 是有這個飆漢精神 清騎兵也吃得到 值得一提的是 烈提斯的這個生物加成的傷害 肉馬是吃不到的 在以前版本是可以的 所以以前肉馬吃得到的情況下 我就覺得這個 烈提斯 立陶宛的烈提斯 跟肉馬都吃得到也太強了 這個瑪麗的一個獨特性就消失了 那自從把這個烈提斯 只改成吃得到 騎士跟烈提斯 這個生物的攻擊力加成 就覺得瑪麗好像強勢之處又出來了 因為肉馬也可以吃到飆漢精神 欸 這邊解得不錯 好 三隻 騎兵單位 解掉了三台頭車 然後抓到一個空檔 好 大家看看草原騎兵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推薦草原騎兵去騷擾的原因 這個死傷速度太快了 雖然有一個一攻射程 但是你看這個倒的速度很快 不抗見死啊 所以草原騎兵我不太建議拿去騷擾用 就是這個原因 雖然他招架很平是沒錯 但是就是太薄了 真的太容易被射死了 連TC都很容易解決掉 因為TC他的一個最大弱點 就是他的基本攻擊力偏低 他攻擊力只有這個 5加2 3不高 基本上只有5攻而已 那如果你騎士出來的話 像這樣子直接有2加4 6攻 你TC怎麼射就只有1滴傷害而已 那如果有3級射的話也才2滴 所以騎士整體而言 抗箭矢能力真的是太好了 以騷擾來說 純火才是重點 攻擊並不是非常重要 這邊是一個護官 但是很多駱駝補落過來 原蒙古魚有駱駝 而且這也是重裝駱駝 只能撤退 而且這還有弓兵 新奇兵點一下 苦風如一點了 那現在MAPL要處理的事情 這也是這一坨強弩 要怎麼解決是個問題 好 彪悍精神 點下 點下彪悍精神之後 這個弱馬攻擊力會變成7加7 欸這是加5攻嗎 彪悍精神是加5攻喔 我前面講錯是加4攻 因為我記得是14攻弱馬 那應該是加5攻才對 彪悍精神加5攻 直接變成 12加7 19攻的重裝騎士 彪悍變成7加7沒錯 但是這邊瑪莉 兵一直往外派 想要繼續騷擾 但是蒙古家裡守得不錯 一直有駱駝在追逐 所以這邊 基本上單位都繼續送的 好 那瑪莉還點下了駱駝 跟化學 還有增兵技術 好 但是蒙古這邊 現在還要開始出這個蒙古圖技 因為前面坐著一些 強弩跟這個重裝駱駝的一個升級 黃金樹可能有點不太夠 這邊要出蒙古圖技的話 其實轉的有點硬喔 這邊可能要趕快轉出肉馬 不能再出這個草原騎兵 或是駱駝 趕快把這個黃金投資在這個 蒙古圖技上會比較好 因為蒙古圖技的話 比較抗這個重裝駱駝 因為目前瑪莉的重裝駱駝是7加7喔 那蒙古只有7加4喔 怎麼看都是打不贏 而且防御技還偏少 好 駱駝這邊是0加4喔 好 這邊是要來爆抄了嗎 青騎兵爆抄強弩 上面駱駝直接開打 但是駱駝上面絕對打不贏 原攻擊力上面有個差距在 但是下面青騎兵解決掉 強弩的速度非常快速 原一隻肉馬的攻擊力有7加7的傷害 攻擊力14非常高 順利解掉了這邊強弩了 哇 最大的隱患直接瞬間解掉了 這波包得非常不錯 駱駝再邊過來打個一波 但是可能會被吃掉 因為血量不夠多 但是這邊有一個微微突起的高地 這邊利用MIPER利用高地的傷害喔 還是換掉非常多的一個肉馬 跟一個駱駝的傷害 看到更多的肉馬補過來 來 MIPER這邊選擇撤退 秒就去硬打 來 MIPER這邊一個矽角 再打圖中轉出更多田喔 這邊田越傻越脫 已經到70片田 每一隻的青騎兵都擁有騎士的傷害 這就是瑪莉最可怕的地方喔 雖然血量跟防護力不 沒有像騎士這麼的硬喔 但遠防來說還是有6遠防的 一個重裝騎士也是6遠防 這邊青騎兵也是喔 好 欸不對啊 重裝騎士應該是3遠防 7遠防才對 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好 那這邊瑪莉有超強的一個大肉馬的進攻 雖然這個肉馬不是最強的肉馬 不是從瑪莉輕騎兵 但這個也夠用了 重要是這個攻擊力喔 非常誇張 所以這個通常喔 瑪莉只要靠馬就很給力了 除非對方出了太多的這個 這個這個叫什麼 欸那個那個叫 這個那個叫 擊兵啊 對方出了非常多的擊兵喔 自己似乎可以出飛刀女獵手 去稍微counter對方的擊兵喔 因為你出這麼多馬手 有時候對方會想要出擊兵去反制 那如果瑪莉要反制對方擊兵的話 最好方便就是飛刀手 好過的是這個劍勇 但是這個步兵喔又是尷尬喔 沒有三攻 那攻兵附線的話只有劍羽喔 這個只有二級四而已 所以出飛刀女獵手是最好的 所以大部分時候瑪莉還是得出馬喔 好那這邊蒙古圖機出來 對抗對方的駱駝 有點尷尬下面一隻排開 弱瑪對弱瑪對決 但很明顯 這邊傷害比較高 還是比較強一點 雖然對方大弱瑪的血量還是比較高 18D 多了18D血量 但是還是不敵14攻的弱瑪傷害 那蒙古這邊還可以升大弱瑪 這個還沒有升到最強 我記得還可以再升吧 這清奇兵可以再升到這個 匈牙利清奇兵的樣子 血量可以到118 還沒有點 果然 匈牙利清奇兵升級 好這邊金光被抓了一波 但這邊看這個黃金樹很明顯喔 瑪莉這邊黃金還在挖 但是這邊黃金樹庫存還是很高 這邊還點一下草藥治療 想來蓋城堡補這些駱駝的血量 但是駱駝的血量很難買 還有下面這邊直接被塗了進來 這一波城堡被蓋好 上面城堡這邊也在做進攻 所以駱駝也不能直接撤退 駱駝也撤退 這邊巨星頭時機可能會出事 再來目前只能靠城堡 加上TC的防守 可能會損失一些村民 但是沒有辦法 後面有繼續補下更多房子 避免再更多亂串進來 再來補下駱駝直接防守 但已經斷經狀況了 這邊直接補一些洛瑪出來可能會比較好 APPD時間沒有補漏 可是選擇去補出更多的駱駝賣了一些食物 去做一個黃金買賣 這邊TC繼續在射擊 但是瑪莉等一下這個部落精神 TC會自己射箭 就算TC沒有收穿 也是會發出箭矢 那這個部落精神還不錯 防守家裡也很OK 瑪莉直接碾壓對手的馬跟馬弓 所以瑪莉直接大量被駱駝淹了過去 那駱駝頭時機一樣在輸出 下面這個城堡 可能要找個機會蓋起來 蓋完之後這個石頭就會繼續挖了 上方城堡可能要守不住了 這邊駱駝頭去後面補血 這邊想要來點巨頭 但是看到駱駝出來又忍撤退 這邊繼續用這個 蒙古圖記的一個馬弓優勢 做一個拉打 順利收掉一些駱駝 但是駱駝打蒙古圖記傷害非常高 大概4到5刀就可以砍死一隻蒙古圖記了 OK 這邊巨頭直接硬拆 這個城堡應該沒什麼問題 駱駝直接硬A的上來 左邊大羅馬瞬間死去 下方這邊還有一些駱駝在偷砍村民 哇這個駱駝攻擊力很高啊 7加7 砍村民也是超快 是要砍幾刀 4刀嗎 對砍4刀才會死1吋 對砍4刀才會死1吋 好巨頭也開始淹了過來 Ryper這邊補下了更多弱馬 把這個食物全部發完 但這個農田稍微偏少 待會還要再補線農田會比較好 好這邊肉馬過來救一下蒙古圖記的一個正面 正面看起來是有擋下非常多的一個傷害 蒙古圖記還在輸出 但是因為蒙古沒有黃金的關係 蒙古圖記數量沒辦法再續起來 這邊劇情偷襲自己的數量有點多 瞬間砸掉這座城堡 那後面還有這邊 Ryper再繼續用肉馬 清洗對方家裡的農田 這邊打個雙線 是Ryper最會的 跟你打正面之外 我後面也在廚續做一個輸出 非常的猛 這邊也塗到非常多村民 村民已經降置不到100村了 蒙古圖記再次看到這邊非常多的一個肉馬 只能選擇撤退 因為這邊沒有這個投石器 這邊進攻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只能稍微換一下對方單位 這邊一個沒空好 有可能會自己損失大量蒙古圖記 所以丹尼爾還是打得非常保守 沒有一直想要秀操作 現在丹尼爾的重點 現在不是要秀操作 是要趕快把自己的經濟補起來 現在應該要偏防守了 自己經濟受創 然後又沒有黃金的狀況下 非常危險 這邊黃金挖的人也不是很多 這邊伐木的人 應該可以全部去挖黃金 這邊更多肉馬過來 哇靠 三九隻 這邊殺人會很猛 但這邊已經掌握到了一個肉馬的位置 但蒙古圖記也被抓包的感覺 你抓我抓你 移隊去抓蒙古圖記 移隊去抓 家裡的一個經濟狀況 這邊要再賭一下口了嗎 還是用大肉馬賭口 哇靠 肉馬非常速 數量直接掩握過來 這邊會毒口嗎 結果沒有毒 哇 沒毒口直接跑進去 好 上方這邊雙線進攻 上面的肉馬又再抓了一波 正面上的肉馬直接被抓包 直接打不贏 雖然大肉馬血量有118滴血 但這個瑪莉的攻擊 肉馬上一直還太高了 每一隻都如同是騎士的傷態 哇 這邊直接被砍個爆 很痛 這邊挖石頭村民也被抓 現在白普圖只要用這個肉馬 就可以讓對方受到蠻大的傷害了 黃烏圖記的數量越來越少 只剩下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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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蠻多的欸 30隻 這邊比較少而已喔 另一隊不知道在哪裡 喔 在上面 好 30隻數量有點增長 這邊 哇哇哇哇哇哇哇 這邊用撕掉非常多的魔物圖記 這大概三隻左右有 好 但是這邊細節來了 瑪莉這邊黃金還有一千多 還在挖 好 這個就是瑪莉的金礦持續的OP之處喔 金礦一直挖一直爽啊 感覺挖不完啊 看這邊也是 還在挖 我挖了超久的 那這邊瑪莉 白普圖還可以繼續用黃金做輸出 反倒是丹尼爾這邊喔 黃金已經用得非常簡潔了 現在只能靠肉馬去支撐戰場 這邊用肉馬的話肯定是沒辦法 一定要靠蒙古圖記喔 但是現在蒙古圖記的數量也續不太起來 黃金實在非常吃緊喔 好 所有的資源也是到了極限 然後村民樹要當然繼續拉起來才行 現在村民樹拉不起來是個問題 好 人口樹一直在150人口徘徊 白普的話一直在200人口左右 好 明顯的人口差距喔 好 遊戲時間來到了一個小時 白普這邊沒有打算要大決戰 五巨頭回家 好 稍微做個休息 好 這邊肉馬直接鑽下面的這個小... 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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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要收村 好 這邊收個村 但部落精神已經會自從發箭矢 好 直接衝了進來 這邊能...能...能...能鑽進去嗎 哎呀 沒辦法 好 但是沒有關係 這邊更多的一個馬力親奇病 直接驗了過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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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爆一大堆 直接大量收村 直接大量收村 好 那這邊捎擾 好 那這邊騷擾 確實對讓丹尼爾很難做一個...進攻喔 要一直顧及家裡喔 家裡可能要...一定要先圍好 哇 這個城堡輸出不錯喔 防住到了...大洛馬這名的防守 好 這波進攻 王丹尼爾完全守住 非常完美 雖然上面損失了一點村民 但是村民很快就補了回來 基本上沒受到什麼傷害 這一波是Viper偏烈士 Viper這邊農田數是怎樣 補到了快到80片田了 越傻越多 可以可以 就知道我補田 沒錯沒錯 肉麻就去補 然後田一隻傻 用肉麻就可以淹死對手 這一波補下更多的麻糾 那蒙古這邊決定要開始升級衝撤了 就要開始嘗試進攻了嗎 但這邊Viper又補下更多的麻糾 想來繼續爆量產這些肉麻的一個進攻 這邊肉已經來到霸山肉 巨型頭C5才看到這裡有工程其製造所在製造 直接架了起來 上方這邊直接把兵引到上方做一個開戰 想辦法想要擊退對手 然後又再繞另外一隊去脫村 這邊直接砸爆 追了過來 非常多的肉麻直接穿了進來 很傷 這邊 Viper還在前線蓋了一個城堡 要來直接壓TC 要直接做一個前線進攻了 這個東升級C的戰術非常好 上面的肉麻直接抓掉上面的一個清奇兵之後 要再往下開始營救 那蒙古土記正面軍隊過來挽回 39隻蒙古土記過來救 這邊人救得住嗎 看起來還可以 這邊軍隊直接開閘 直接把TC裡面村民打噴了出來 村民四處逃難怎麼辦 新奇兵殺害很高 但是蒙古土記過來防守 但是肉圖數量很多 這邊這名開打 蒙古土記可能也會大難零頭 好 這邊絕境城堡往前蓋 再蓋得更深入一點 看這邊巨頭銀頭之進有點危險 差點被射到 沒關係蒙古土記直接被洛索逼退了 但是這邊數量非常多 這邊就上高級可能也打不完 原洛索跟清奇變攻擊速度很高 馬空直接站A的話可能是會血虧的 這邊端了一個伐木場跟房子的一個小洞 帶你們自己做一個原地輸出的概念 這邊也確實射掉非常多的一個洛馬跟駱駝 數量非常的快速 但是這邊蒙古土記的數量也開始慢慢被削減 好這名單列打出了巨局 無巨頭再拆一座城堡沒問題 好蒙古土記被吐光了 打出了巨局 最後他們還聊了一下天欸 有點看不太懂 他打什麼東西 他說什麼文明什麼 赛科文明 赛科文明什麼 好看不懂 英文真的太破了不好意思 沒有辦法為大家翻譯了 好來看他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瑪莉這邊經濟狀況一定是比較多的 那雖然丹尼有三遺跡 但是還是布底 瑪莉這個金狀況持續30%的一個效果 黃金一直挖一直爽 那肉麻一直粗 那經濟上的話 丹尼爾這邊確實是比較慘一點的 畢竟這個村民一直被抓到 那看起來後續兩方的一個經濟也沒什麼問題 那軍事上面喔 BIPER這邊是一個直起直墜喔 直接到了谷底喔 谷底反彈 動 經濟直接狂 狂 狂攀 狂攀上去 直線 直線式的一個升級啊 哎呀 很扯啊 這個全身喔 帝王狂升一些馬的科技 打後面就直接一直飆上去了 啊 非常猛 那整體而言看起來 BIPER還算是偏經濟型的打法 你看這個經濟還是很好 89片田喔 到了最後期 用這個肉麻就可以淹死對手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蒙古土技的防守效果還是不錯的 你看這邊還可以撐這麼久 如果在這邊再稍微賭一下的話 這個BIPER確實也不好打 但是最後還是被大量肉麻淹人過來 還有這個經濟上的優勢喔 好經濟上明顯這個丹尼爾 驚慌上市已經要歸零的狀況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直接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